如果中了幾個位置的話,其實一定是漂亮的 圖21 這個叫黃金比例 待會告訴大家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其實當我們是4.36比9,2.35比1的左右 都是這幾個黃金比例 總之可能有些人拍照演食 之前有說過 一些不認識的就留心一點 4個黃點 總之你的主題 你的主題擺中在4個點的時代一點 或者擺時代兩點 當然要這樣擺 這樣一定是漂亮的 不知為何 應該會告訴大家 這個要留意 譬如我拍一個人 拍我 鏡頭 我站在中間很像學生相 學生相沒什麼特別 報道新聞的感覺 如果家裡比較高 如果這對手有一點景深 其實不太好看 變得好像挺好看的 這個 黃金比例可以自己快練 其實拍照畫畫和影片 都是用這個方法去拍攝 如果大家想深躁 自己拍攝方法的話 其實不用買很漂亮的鏡頭 很漂亮的機身 當然有就當然好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一千多元 總之有普通的相機 你自己去拍一些花 拍一些草 拍一些人 靜態一點的東西 其實可以藉著這個方法去練你拍攝 基本上我讀書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方法去買一個很便宜的電影機 自己不停拍 不停練 怎麼會拍得漂亮 怎麼會拍得好 都是這樣自己捕捉多些 拍得多些 其實很簡單 拍照也很簡單 這樣就會拍得漂亮 當然拍照就靜態一點 但影片就要連戲和動感的感覺 即是再給得比較難一點 下一個圖先 結婚相片 都是男生唯一 這樣呢 去婚之前那個 他就放在這邊 去剛才拍照那個 他就放在這裡 後面有一點點忌心 這樣就很漂亮了 拍照就這麼簡單 好 下一個了 這間屋 譬如我們拍攝人 拍攝景也是這樣的 但是這間屋 如果你想想 它重了一點點 就算是重了 重了一點點 這樣的話 其實感覺和諧一點 那些雲 很有層次 一些這裡沒有東西的 剩下它 那間屋是主體 感覺視覺上和諧一點 但如果這間屋 放在中間的話 其實不是這麼好看 這個拍照的時候 記住要留意 重點就是放在黃色 給它示範一點 可以摘兩點 最多摘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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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摘兩點 好嗎 謝謝